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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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2019年的5月17日 司法院释字第7次8号解释施刑法 好 很冗长的名字 我们会简称为同性婚姻专法 正式的三读通过 这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 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国家 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我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理事长 这是台湾历史最悠久 也最庞大的同志组织 因此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可以收到许多来自异性恋朋友的 一些意见反应 当他们听说通过这个同性婚姻专法之后 有很多异性恋者 有非常强烈的反弹 大家不要误会我这边要讲的 不是反同人士的反弹 反同人士从同性恋存在这件事本身 他们就非常逗担了 我要讲的事情是有一些 对于同志非常友善的异性恋者 他们是我的朋友 他们也跟我提到说 他们觉得这个法案非常不公平 那我问说是哪里不公平 这里头大概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多半是异性恋的女性 那多半是已婚的妇女 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发现在这个同性婚姻专法里头 竟然排除掉了殷亲关系 他们说同志凭什么可以没有公公婆婆 凭什么可以没有小姑小叔 凭什么过年的时候不用待在婆家 这都引起了异性恋的女性们 他们满腔的怒火 我相信台下鼓掌的 应该大部分是异性恋已婚女性 好 那另外一种呢 比较单纯一点 另外一种大部分是异性恋的男性 他们的想法比较天真 他们看到这个同性婚姻专法之后 听说了一件事情 跑来跟我讲说 据说同性婚姻专法不适用通奸罪 结果呢我就遇到一个异性恋男性的好朋友 她的太太就在旁边 她竟然对我说 蛤 同志不适用通奸罪哦 我真的希望她能够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在她太太面前露出这种很羡慕的口吻 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对于同性婚姻专法的法律适用性有一点误解 但我今天主要来谈的并不是法律 我比较谈的是社会文化这件事情 我会发现在同性的伴侣关系跟异性的伴侣关系 的确有些一样的地方 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自己有个男同志的好朋友 他也是结婚了 然后呢他发现在结婚之后 他跟他老公结婚 有一些事情不太一样了 第一个是他老公的妈妈 跟他要了他的生辰八字 做什么呢 去处理一些冤亲债主 第二点是 他也被加进了他老公他们家的团购名单 团购什么东西 光明灯 那第三点 冤亲债主跟光明灯都不恐怖 他也被加进了他老公的家族的line群组里头 所以他以后呢 得要照三餐去回应他老公家族 那些长辈们早安 午安晚安的问候长辈图 这些内容其实都跟异性婚姻很像 但是当然也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例如像是家务分工 虽然我们的男女平等喊了这么多年 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异性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发现女性 即使是在职的妇女 常常回家还是要负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这件事 但是在同性的伴侣关系当中 这种事情比较不会发生 两个人都是男的或两个人都是女的 比较没有传统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 这样子的传统的思想 但这样真的就比较公平吗 也不见得 我一对朋友他也是同性伴侣 他们家的原则就是 谁先受不了洗碗草里头那些碗堆到发臭 谁会去洗碗这样子 这也是很有一种创造力的展现 所以有时候受害的就是 那个比较忍受不了脏的那个其中一位 或者是到他们家看不下去的他们的朋友 这样子会帮忙洗碗 好 当然在伴侣关系当中 不永远都是这么轻松的事情 我自己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所以在我的一般的精神科门诊当中 会看到许多异性的夫妻伴侣关系 而我自己在台大医院 也开了一个专门的同志咨询门诊 所以在我的门诊当中 也会看到很多同性伴侣的关系 而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更优维 或更深入的一些差异 有一位异性恋的女性 39岁 刚刚结婚 她来到我的门诊 是因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 压力实在太大了 因为失眠 所以来就诊 那她提到说 其实她虽然已经结婚 但她一点都不想要生小孩 她也不希望以她39岁的身体 她还要承担怀孕这件事情 可是她虽然生爱她的老公 却不知道怎么跟她的老公他们沟通 然后她也知道 老公家里头亲族的人 都很期待她传宗接代 甚至在私下都会谈说 她这个年龄 是不是还能够老磅生猪 她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 在她们的婚礼上面 所有来致辞的长官 上司 亲友 每个人都说 祝福你们早生贵子 那这些吉祥话 对她来说 都像利剑一样 一个一个刺进她的心中 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但是我也发现 很巧合的事情是 上个礼拜 我刚参加我一对女同事 好朋友他们的婚礼 在婚礼上 这对女同事的伴侣 他们拍了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当中 他们感谢他们的父母亲 那其中一位就说 她其实知道她的爸爸 还是很希望她 能够跟男人结婚 能够生育下一代 但是她非常感谢她的爸爸 愿意让她 跟她所爱的人在一起 步入礼堂 在这个婚礼上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 致辞的时候 祝他们早生贵子 每个人谈的事情 都是在赞扬他们的爱情 陪伴他们走过 这么长的历程 他们两位 从一开始 没有办法出柜 只能秘密交往 到后来鼓起勇气 跟他们亲友说 我们是同志 我们彼此相爱 到现在 终于法案通过了 他们能够步入礼堂 每个人关心的 都是他们坚真的爱情 与这段勇敢的故事 所以我常常在想 到底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们对婚姻这件事情 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们是祝福这对新人 他们坚真的爱情 与愿意携手走下去的 这份勇敢 还是我们是要去指教他们 如何去勾勒人生的蓝图 一个所谓幸福的蓝图 我们如果走进婚礼当中 我们多能够看看 这对伴侣关系 他们彼此之间的真诚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够 对于幸福 有着更多的想象 又例如 像提到早生贵子 真的早生贵子的人 人生就过得比较顺遂吗 在我的门诊当中 常常也会有小朋友来就诊 父母亲 带着有一些异常行为的小孩子 来就诊 常常经过深入的会谈之后 我会发现 小孩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家庭的亲子关系 其实有一些问题 那仔细问下去会发现 这个小孩子可能是在不被期待 或者是过度期待的情况之下 来到这个人世 有些在家庭当中 是为了传宗接代 因此要生小孩 有些是因为重男轻女 所以一路生到男生 有一些甚至是为了分家产 所以这一房一定要有小孩来继承 那更多的状况 其实是不小心生出来的 这个在异性恋的夫妻关系当中 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讽刺的是 许多的同性伴侣 他们没有办法经过这样子 不小心的方式生出小孩 可是还是很多同性的伴侣 他们想要有小孩子 他们非常喜欢小孩 因此他们如果想要小孩 要经由很多医疗的方式 或法律的方式 努力地规划 甚至要准备一笔钱 他们会很努力地思考 到底我能不能够 照顾好这个小孩 我们谁需要来请育婴假 我们能不能够 带来给这个小孩幸福 相较之下我也会想 到底生养小孩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意义来说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够让每个孩子 都是在受到祝福的情况之下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让生育小孩这件事情 成为一个家族的义务 而是我们真心 对这个孩子的责任 除了这些之外 有一些议题 在一般的生活当中 其实非常难以歧视 在我的门诊当中 也会遇到异性恋的中年男性来就诊 有一位他来到了门诊 期待我帮他治疗的是他的性欲 他说因为他的性欲过度旺盛 而跟他的老婆有很大一段落差 所以呢他其实经常会上网约炮 这在外面的社会当中 大家一般人就会说 这就是个渣男啊 可是他每次约完炮之后 他都会很严重地忏悔 觉得对不起他老婆 所以他几乎是抱着忏悔的心态 来到我的门诊 在我的门诊当中 其实我最希望他能够先了解的 是自己真实的感受 他真实的欲望 而他在认清楚自己真实的欲望之后 才有可能踏出那一步 很勇敢的很诚实的跟他太太沟通 但我知道这对于异性恋的婚姻来说 其实相当相当的困难 而相较之下也很有趣的 在我的同志门诊当中 我遇到很多男同志的伴侣 那同样身为男性 男同志的伴侣似乎比较愿意跟对方沟通 关于亲密关系 关于性关系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是对彼此的身体更为了解 虽然沟通这件事情 不代表一定能够百年好合 但是至少能够让伴侣关系之间 有更真诚的互动与了解 所以在沟通这件事 我了解到社会的压力 对于传统异性婚姻 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背负着许许多多的框架 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勇敢地踏出这一步 是不是有许多的伴侣关系 到后来因为说不出口 变成了以所谓的外遇 或是所谓的通奸作为出口 这样子对于伴侣关系又是好事情吗 所以回到最前面所讲的 难怪这么多异性恋他们的夫妻关系 他们会对于姻亲这件事情 还有通奸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而虽然现在同性婚姻法案通过了 但是我觉得异性恋跟同性恋之间 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累积了这么多年的门诊经验 我也写了一本书 来谈各形各色的同志的人生 希望能够让不同族群之间 能够更加了解 甚至让同志族群 能够作为异性恋族群的某一些借境 写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 同志的处境跟台湾的处境 其实还蛮相似的 同志长期真实存在这个社会当中 但是不被主流的社会所承认 台湾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国家 但是不被这个国际社会所承认 而很有趣的事情是 不管是同志或是台湾人 都在这样子被边缘化的过程当中 长出自己的力量 所以台湾能够成为亚洲 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国家 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个巧合 而是许多更坚毅或更多元力量的展现 如同前面所说的 异性恋的关系当中 常常得要背负很多传统的框架 其实相当的辛苦 不管是姻亲关系 不管是生育小孩 婚礼习俗 家务分工 甚至是情欲的沟通 很多人误以为 遵循了传统框架 就等于得到幸福的钥匙 可是后来却发现 这些传统框架并不是钥匙 它反而可能是个牢笼 而这个牢笼 隔离了我们真实的情绪 隔离了我们真实的心声 而同志在被边缘化过程当中 不知道是性与不性 反而有机会抛开这些 对于幸福的想象 这些传统的框架 而有可能可以更务实 或更多元的 面对自己的伴侣关系 我相信 不论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 伴侣关系当中的难题 最重要的还是 彼此能够真诚的沟通 不要让婚姻成为一个 绑架爱的制度 而应该要能够回到爱的本质 我想这也是在 后婚姻平权的时代当中 同性婚姻跟同性伴侣 能够带给我们这个社会 更新的想象 还有更深的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